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 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刺下去吧 不用再犹豫了 如果上天能够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当年周星驰在电影《大话西游》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这个人是朱音 后来才知道 这句话是送给那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说起周星驰相信大家很熟悉 他的每部作品都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比起名字 周星驰三个字 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这位金正香港影台新栓 创造无数经典角色的喜剧之王 似乎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情怀 但作为喜剧之王周星驰 为什么是孤独的 人们不懂周星驰 就像大家不知道他头发什么时候变白的 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把头发染黑 其实这件事要从他演艺生涯开始说起 周星驰生于中国香港 毕业于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 1980年成为LID电视台的特约演员 开始进入演艺圈 在26岁的时候 因出演电影霹雳先锋 获得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男配角奖 以及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配角奖提名 之后凭借电影《赌胜》 《桃球威龙》 《大话西游》等多部作品获得关注 而且凭借着《大话西游》 周星驰也奠定了他在华语影坛的地位 不过尽管周星驰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但他的感情却问题重重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 他在恋情方面很低调 每一段恋情都没有好的结局 而且媒体为了博眼球 给他贴上花心 出轨 情史混乱等挥着不去的标签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 在电影《唐伯虎顶秋香》中 有一段秋香凭借唐伯虎的台词 风流不羁 只是外人对他的误解 我从他的实话中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用情专一 真情真义的男子汉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台词 而是周星驰对爱情的真实写照 但星爷似乎和所有交往过的女星 都有过默契约定 就是从来不公开恋情 继续数来他经历了好几次情感挫折 都没有成功组成自己的家庭 让人感到遗憾和唏嘘 那么为什么周星驰不结婚娶妻呢 原因还得从他的三段恋情说起 第一段恋情 于文凤 在二十多年前 一个名叫于文凤的女子 以以名身份闯入周星驰的生活中 后来通过努力成为了他的女友 据悉 于文凤是典型的白富美 他的父亲叫于静窝 是香港隐形富豪 在两人恋情期间 于文凤为周星驰创造出不少财富 并且让他的身价暴涨 不过这段恋情仅维持几年 两人最终还是以分手而告终 但是具体的分手原因 却没有几个人知道 第二段恋情 朱英 大部分网友认为 周星驰最爱的就是朱英 因为周星驰在一次采访中说过 难忘的只有朱英一个 众所周知 朱英和周星驰是在 《桃学威龙2》中相识的 而且当时还爆出 两人相恋的消息 不过后来因为合作大话西游 二人的恋情 而是被网友祝福 只不过最后二人 没能走到最后 所以很多人都惋惜朱英 没能跟周星驰成眷属 不过大多数人出现这种错觉 都是因为大家将 《大话西游》里 紫霞仙子和至尊宝的期望 放在了周星驰和朱英身上 因此 他们没在一起 让很多人感到可惜 第三段恋情 也是最难忘的 罗慧娟 在《大话西游》中 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评论 并且感动无数人 戴上金箍 就不能爱你 摘下金箍 就不能救你 这句话其实来源于 周星驰的真实经历 不过表白的这位 不是朱英 而是她的初恋 罗慧娟 据悉 两人因盖世豪翔而相识 在剧中饰演情侣 在这次合作中 罗慧娟深深地被周星驰吸引 于是两人将这段感情 发展到了戏外 年轻时期的罗慧娟 圆圆脸 虎扑大方 笑起来阳光明媚 不过万万没想到 这段恋情能够影响周星驰一辈子 当时罗慧娟是当红小花 而周星驰在影视界 刚刚崭露头角 但是这段恋情在圈内 几乎被所有人知道 当两人恋爱满三年时 罗慧娟提出结婚的想法 没想到周星驰说她是神经病 于是罗慧娟打消结婚的念头 并带着怨恨 离开了周星驰 上述 我们聊了周星驰的三位女友 相信你已经能猜出 她为什么不结婚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周星驰忘不了初恋 罗慧娟 曾经在中国电影之喜剧之王 数据发布会上 萨贝宁逼问周星驰 你何时结婚 星驰置物了一阵 然后很伤感地回答 我现在这个年纪 应该没有机会了吧 尽管她此言有应付的意思 但对于已经55岁的星驰来说 婚姻既然已经错过 也就不再勉强了 而且有一个小故事 能很好的反映星爷对于婚姻的态度 刘振伟讲过一个故事 那年我和周星驰吃饭 他问 为什么我那么容易爱上一个女孩子 我说 你那不是爱 你那是花心 他沉默低头吃饭 后来我才觉得 他只是太孤独了 那年星爷大概30多岁 而且他在接受柴静的采访时也曾说 应该没有机会了吧 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还有机会吗 我都这个年龄了 我就是运气不好 其实这足以说明 仙爷在孤独中 搓脱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婚姻幸福 但仙爷的这种孤独和童年时候的生活有关 周星驰曾在节目中回忆 小的时候家里很贫困 妈妈总是把肉给星仔 而自己舍不得吃 星仔就故意把肉弄在地上 这样妈妈才能捡起一块 虽然妈妈打了他 但星仔还是很高兴 俗话说 情场失忆 事业得意 周星驰虽然爱情上屡遭挫折 但事业上却迎来了巅峰 而罗慧娟经过几场恋情之后 嫁给打他16岁的富商 不过罗慧娟并没有因此收获幸福 在婚后他查出了癌症 在生病两年后 罗慧娟去世了 而当时的周星驰并没有去参加葬礼 只托人送去了一个花牌 如今罗慧娟已经去世多年 而星爷电影的台词中总是用神经病这三个字自嘲 不过尽管如此 曾经那个懂他的女子也不能再回来 现如今星爷在华语影坛有着一定的地位 58岁的他已经满头白发 在感情方面也有太多的消息 不过在影视方面却给我们带来惊喜 在19年2月的时候 星爷却仍拍摄功夫2 这次的故事背景换到现代国外 主要讲述了打败虎云袭神之后 他当上了斧头帮帮主 并且维护世界和平 除了功夫2之外 星爷还自编自导自演 太极 星爷在影片中 是一名隐姓埋名的太极宗师 他一军美国在塔人街打工洗盘子 为了保护受暴徒威胁的同胞们 他挺身而出 此后创办了武术学校 将他的一身好功夫传授给他人 是不是很期待星爷这两部作品尽快上映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专注于人物背后的故事 偶尔也做深度分析 这里是娱乐有深度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